提到製作一部YouTube影片 最難的地方就是影片剪輯 今天這影片我會告訴你 這位新手如何剪輯一部YouTube影片 只需要五個簡單的步驟 不管你是使用什麼樣的剪輯軟體 你都能夠使用這五個步驟 去剪輯出一部好看的YouTube影片 另外我也準備了一份高效影片剪輯攻略 配合上今天說的五個步驟 能夠快速提高你影片剪輯效率 微報免費下的鏈接放到底下評論區 大家可以去下載一下 哈囉大家好,歡迎華盈,我是 Grayson 如果想通過YouTube頻道在網上 導致自己的個人品牌 歡迎訂閱我頻道,是完全免費的 在底下描述完 也能夠找到很多經濟度頻道使用工具 首先第一步就是初剪影片 這一部估計需要花費你最長的時間 但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因為這一步能夠奠定你整部影片的基礎 我們在錄製影片的時候 多多少少都會犯一些錯誤 所以在我們初剪的時候 就能夠剪去這些錯誤 通常來說,一段影片 最後的一段是最好的一段 所以你能夠從後往前剪 留下最好的一段 在此之前的錯誤部分 你可以全部剪去 初剪影片能夠奠定整部影片的基調 整部影片的節奏 你可以删除掉你認為多餘的部分 保持整部影片的簡戀 這樣就能夠更加集中觀眾的注意力 從而提高影片的續看率 第二個步驟就是添加元素 在你興趣完初剪之後 你就可以加入一些元素去精進的影片 這裡我指的元素有 Beerial,片頭動畫,文字標題,圖片,音樂,海韻笑等等 很多人可能會不知道Beerial的意思 我們在初剪完的影片都是A-Roll 任何疊在A-Roll上面的影片都叫做Beerial Beerial除了能夠增加影片的豐富程度 也能夠更好地解釋你當前說的信息 例如我再介紹一款相機 我可以添加上Beerial 這能夠更好地解釋我在說的功能 對於Beerial而言 你可以自己拍攝 也可以使用素材網站上的Beerial 如果想知道哪些網站上能夠讓你使用無版權的Beerial 可以去看一下我這些影片 這裡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們在使用Beerial的時候一定要保持合理 你不能說你在說一個車的時候 你放的是一個貓的Beerial 那就會讓觀眾覺得很奇怪 不知道你想要表達的意思 然後你也可以在你影片裡面加入一些音樂 這裡大家需要注意三個要點 首先第一點就是 你需要選擇合適的音樂 你選擇的音樂要符合影片的情境 所以我影片作為例子 如果配上一個非常悲傷的音樂 那麼就會讓觀眾感覺到很奇怪 或者說一個悲傷的畫面 你配合上一個非常寬闊的音樂 這也是不符合情境的 第二個注意要點就是 你的音量要合適 你的音量不能夠蓋過主體的聲音 還是以我的影片作為例子 如果背景音樂的音量高過於我人聲的聲音 那麼觀眾就聽不到我在繼續說什麼 第三個注意要點就是 使用無版權音樂 我們要知道 YouTube是非常重視音樂的版權的 如果你使用的音樂是有版權音樂 可能會導致你沒有辦法獲利 嚴重的可能會導致你頻道被關閉 所以你需要非常重視YouTube上面的音樂版權問題 使用無版權音樂 對於無版權音樂的網站 你可以使用YouTube的音樂庫 你可以使用這裡的所有音樂 到你的YouTube影片裡面 這裡都是無版權使用的 另外一個是付費的網站 叫Artlist 這裡面有更多更權音樂 並且音樂的質量非常高 可以滿足你所有影片的需求 如果你想具體了解更多無版權音樂的網站 可以去參考一下我這部影片 第三個步驟就是添加效果 這一步可做可不做 這是對影片的一些細節做出一些調整 首先你可以調節一下你的影片的音量 如果你覺得你影片的音量有點過小 你可以手動調節你影片的音量 讓觀眾能夠聽得更加清楚 同時你還可以做一些降噪處理 如果你在室內錄製影片 就很有可能錄製到空調的聲音 如果你在室外拍攝影片 你影片的聲音就會被風聲所影響 通過這些降噪處理 可以讓你影片的聲音更加純正 讓觀眾聽得更加清晰 你也可以對影片進行調色 讓你影片的畫面更加好看 如果你覺得你影片太暗 你可以調節你影片的亮度 你也可以調節色彩 調節冷卵色調 調節白明痕 對比度等等 經過一系列的調整 能夠提高你影片的畫質 但如果你覺得你對你影片的畫質 音質都感覺不錯很滿意 你可以跳過這一步 第四步就是檢查影片 到了這一步 你已經對你的影片進行了粗簡 加入了各種元素 並且對影片的一些細節做出了調整 現在你又需要從頭開始去認真看完你的影片 去檢查是否存在的錯誤 這一步很重要 很多時候在我檢查影片的時候 會有出現過重複內容 或者缺失內容的情況 你需要檢查你添加的文字標題 是否有輸入錯誤 你必須的放置位置到底正不正確 所以這種二次檢查 能夠好好避免你直接導出錯誤的影片 然後送傳到你YouTube頻道上 這一點很像我們在考試的時候 在交卷之前 對整張考卷進行一個檢查 在檢查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一些很小 並且很低級的錯誤 如果我們沒有檢查 就會白白丟掉那些分數 非常的可惜 第五步就是導出影片 在你檢查完影片之後 你修改了所有的問題 你遇到最開心的一步 就是導出你的影片 在導出影片時 你需要有正確的設置 才能夠導出符合YouTube的規格 並且保持質量的影片 另外你需要導出MP4格式 你解析度的償換比為16比9 影片的轉買器為H.264 不會把YouTube推薦設置 放到底下的描述欄 大家有需要可以去查看一下 現在影片剪輯軟體 都有自帶YouTube推薦設置 你可以直接選取 非常的方便 這裡大家在導出影片的時候 也需要注意一點 你需要設置你導出的位置 如果你沒有設置導出的位置 很有可能在你導出完之後 你並不知道你存在哪裡 所以你就要重新再導出一次 非常的麻煩 我們要知道 導出一部影片 需要花費你很多的時間 當你掌握了這五個步驟之後 你會發現剪輯一部YouTube影片 並不難 大家可以在評論區告訴我 你們認為在剪輯一部YouTube影片的時候 哪一部最難 大家別忘記領取那份高尚影片剪輯攻略 配上今天所說的方法 能夠快速提高你影片剪輯的效率 如果你想要知道一些 影片剪輯時候的實際操作技巧 可以去看我這部影片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歡迎您個讚 如果你還想了解更多關於影片剪輯 YouTube的內容 歡迎訂閱我頻道 如果你想和我更多互動 可以關注我IG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